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火龙果 这盆火龙果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如何给它移栽 移栽的时候它这个新芽才长出那么一点点 现在它长得非常快 这时也是需要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因为在移栽之后它是以一个环境的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所以消耗的养分也是比较多的 这时我们必须补充养分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等到它再长高一点 做一个机架能让它继续的长 让它继续的分枝 分出来的这些枝条比较粗壮 这一盆枝条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 给它施肥的时候只用了一些有机肥 从来没有用过无机肥 结出的果实里面的水分非常足 而且甜度也是非常好的 有机肥的话像这种羊粪或者是鸡粪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农家肥肥力比较温和 而且肥效也是比较起久的 三大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都是比较全面的 我们给它适用能让这个枝株长得更加粗壮 它是经过曝晒风干好的 我们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均匀的给它撒入一圈 之后再给它回一次薄薄的土壤 因为在寒冷的冬天我们给它适用有机肥的话 这些羊粪能量比较高也可以抵消一些寒冷 农家肥大家都知道它释放的养分比较慢 所以在给它浇水的时候最好就是给它加入一流 就是这种EM原露 它里面所含的鱿玉活菌 比如光合菌 酵母菌 放射菌 在这些菌具上就会快速的分解出 养分里面的一些腐质剂 还有一些营养物质有机具都是快速的分解出 那么使用的话就是1比1000的比例 继续好的水就一次性给它浇透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火龙果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